政府计划下个月底案情况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政府专家顾问梁挫伟估计 到时每日新增的感染人数下降到三位数 如果最终是全面放宽 会引起反弹导致第六波的疫情 根据港府的復常路线图 如果疫情放弯没有反弹 最快下个月21日可以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挫伟 和他的团队公布最新疫情预测数据 如果下个月底本港没有出现新型变种病毒 市民没有大规模出行 预料下个月21日每日新增感染人数 可以降到三位数 他估算现时全港有大约440万人已经染疫 按政府计划三个月跟三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到6月全面放宽的时候 会导致第六波爆发并且持续两个月 到8月中会有多221万人染疫 即使由新冠口服药 也会多1540人死 至于下个月初取消9个国家的禁飞令 先给本港居民回香港 他说如果所有人完成接种 和登机之前验出阴性 只会发现少量的确诊个案 梁卓伟说本港未来老项有两个 一个是以清零为目标 必须要做全民检测 每次不止三轮 要找到最后一个确诊者 哪房也要收紧 第二是减少感染重症和死亡率 并且已公立医院的承受力 作为放宽防疫措施的衣归 无需要全民强检 但也要明白新冠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 假如你有人感染的 就一定会有风险 会有死亡 社会究竟是接受死亡的人数 或者比例是多少 其实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国家 都是不断寻求一个接受程度 两者应该如何决策呢 政治的层面都有一些争拗的 我都留意得到 但其实在科学上 这两个其实只不过是 早和迟的知分 全世界的科学家 差不多是全部都同意 他一定会是长久的留在人类 这个世界 自然科学是很简单的 选项一是一个中转站 选项二就是一个终极站 其实是同一条路来的 梁卓伟说不是为政府做选择 只是希望可以尽早做决策 让社会凝聚共识 无线电视机 看一流进玉部 警方国安署说 近日赌破一个涉嫌筹备 港独武装力量的地下组织 以刑事罪行条例 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 抓了两个人 警方星期日夜晚在尖沙咀 阿士甸 一个用作格斗训练班的场所 抓了59岁 自称格斗教练的男人 和62岁的女助理 警方说有人透过社交平台 由两年前开始 发表多篇具煽动性的文章 并且邀请网民到 集英阳舞堂舞馆练舞 贴文的内容提到 包括成立影子政府 武力革命推翻共产党 也有介绍集英阳舞堂的 杀鬼敢死队训练班 说要杀人 救人自救 成为敌人害怕的战士 愿意学习武术 武器装备 成为反抗的力量 等待大有可为的一日 灭魔签供等等 上堂之前还会拜祭义士 相关社交平台有一定的支持者 被捕人和网民也有交流 他那个理念是很清晰的 例如他有说过他怎么建军 他说建军开头的时候 然后就需要透过招兵 招兵是怎样呢 他说最好去这些集武的地方 吸引一些人去参加 慢慢看看哪些人合适 和路人就可以吸引 绝对不是一种空谈 不是说在那里说过就算了 而事实上是有一些行为 你会看到他是实践着的 警方亦都在三个地方 包括被捕人的住所 所检手大概38万的现金 详细列明要光伏香港 香港人建国等字眼的笔记 和大批具攻击性的武器 包括气枪 已经开封的斧头 剑 开散刀 功脑和有降头的箭等等 涉嫌违反管有攻击性武器罪 我们发觉他有些使用过的痕跡 都相信和以往一些暴力活动 可能有些关系 尤其是我们发现到 和黑暴期间一些时候 我们常有看到的武器极之相近 所以我们会积极地跟进这批武器 和以往的案件有没有关系 警方将会与律政司商讨 对被捕人加以一些合适的罪行 包括港区国安法的相关罪行 也都已经掌握了相当数量 武馆学员的身份 将会对每名学员作出调查 无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导 劏访租武馆制生效两个月 有关聚团体认为 条例执行混乱 令不少租客无所适从 民间监察政府推行租管阵线 接获不少劏访户的投诉 说不少业主没有依据条例 处理有关收入 包括仍然是用着旧的租药 而不是差股署新的标准租药 也都有投诉说 继续被业主滥收水电费 但是向差股署查询的时候 被告知储方不会直接联络业主 团体要求储方 落区了解现时劏访租务状况 主动介入执法 并且为受影响的劏访户提供免费咨询 和调解服务 警方拉了两个男人 涉嫌在网上鼓吹他人 违反防疫规例 警方经过深入调查之后 昨天在深水埗和西湾河 分别拉了41岁和29岁的男人 涉嫌今年2月在社交平台 鼓吹演绎人士四处播放 其中41岁的男人在染疫期间 没有理会政府的隔离限制 去到食肆吃饭 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 干犯任何人不得使他人 蒙受感染危险的罪行 警方调查之后又发现 被捕的29岁男人 在2019年12月 也在网上鼓吹他人对警员使用暴力 涉嫌干犯善惑他人 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 在昨天新增了245宗的死亡个案 当中有8宗没有进医院的 是在卫生署的法医部 请报给我们 现在我报道在昨天3月21号 卫生防护中心有关 2019冠状病毒病的最新资料 在昨天透过核酸检测 共有4296宗的阳性个案 个案编号是69613至700908 另外透过快速抗原检测 共有9856宗阳性情报个案 所以昨天的总阳性个案 是有14152宗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强调 香港暂缓全民检测不等于躺平 我想香港特区政府 做出章不进行全民检测 它是寻证的 是基于疫情反控的确定优先的要求 而做出的决定 不做全民的核酸检测 并不意味着香港现在疫情反控就是躺平 我倒以为它恰恰是依据疫情的态势的变化 通过优先的确定 更科学的来完整完善 修订优化相应的措施 另外呢香港实际上也在进一步的扩大 扩充检测能力 特别是核酸的检测能力 它的除了固定的布谍以外 还专门设立了流动的检测点 从检测策略上 它除了核酸检测以外 也使用了抗原检测这个技术 让老百姓在家就可以自我的检测 并且通过相应的报告系统 以便能够更早的发现可能的感染者 并且加以管理 我想这些措施加起来 在当前来说 对香港的疫情反控是有重要意义的 劏房租务管制生效两个月 有关注团体认为条例执行混乱 滥收水电费的情况未有改善 要求负责执行的猜股署 主动介入怀疑违法的情况 住在葵中一间劏房的陈女士 在劏房租务管制生效之后 签订新的租药 但中介和她签收的仍然是旧版 而不是猜股署新的标准租药 同时也被滥收水电费 我当时就在想 其实我们这个租务管制 其实受保障的几率有多大 劏房户楼女士同样被滥收水电费 业主已吴之情拒绝受理 她试过向猜股署求助 猜股署的职员就说 他们不会直接去联系业主 所以我们觉得不知怎算好 好像求助无门似的 新例在年初生效 定明业主滥收水电费是属于违法 租药需要在60天之内通知猜股署 另外 头两年不可以加租 租户两年之后可以优先逐租 租金的加幅不可以多过一成 民间监察政府推行租管阵线 接获务房户投诉 说向猜股署查询 业主在法例正式实施之后 和旧租客逐约能不能够加租 不同的职员的答案都有分别 令到租客无所适从 又说不少的业主或者中介 都不了解新的租务管制 没有加你那个10% 其他东西照旧就可以了 在这个不知情 不知道是真不知情 假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我们遲致看到 不同区的务房阶线 仍然都是在一个 租务不平等的情况之下 继续生活了这两个 团体说不少的务房客 因为担心没了住所 不去投诉 要求住方加强培训员工 落区了解务房的租务状况 主动介入执法等等 无线电视机就是中长期报道